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姬安芝也都已经赶过去了 姬老头并非不出手 而是他每次出手都被人拦下 这个人自然就是李玄藏 秘境外面 李玄藏站在一处树梢之上 他看着远处的秘境面无表情 在他身旁站着一名黑袍人 黑袍人突然说 出国那位雪梅公子已经被斩杀了 还有那位差点进入五宝的奔雷手里 他也被自然斩杀了 之前靳老头出手 你为何不足 李玄藏站在 他在家族在越国内 是有名的豪门大族 此次进来不仅折损族中的一位超级天才 还算是一位万法竞强者 你觉得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黑袍人沉默 李玄藏看向秘境处 那少年背后必定有强大的人或者强大的势力 而这一次 若是帮死在里面 那么就是别人死在里面 而来的人都是当时天才 咬你 这些人背后都有着大大小小的势力 他杀的人越多 就意味着他树敌越多 到时我倒要看看谁能保得住他 黑袍人微微点头说 此人天赋着实过于遥念 年轻一代之中 或许只有安了就能够押他一筹 此人确实留不得 李玄藏缓缓的双眼闭了起来 他死定了 另一边 某处最先楼九楼主突然气声说 他斩杀了来自我国的那位韩梅公子 还有越国李家奔雷手李开 九楼主身旁 江月天沉上说 李玄藏目的不蠢 他只是要让叶玄和苍蓝学院拉仇恨 好歹多知心呢 九楼主戴上说 喇叭 使劲喇叭藏目学院 很优秀的 优秀到老夫想笑 秘境内 一道残影 此山间不断闪过 速度极快 宛如一阵疾风 此人正是莫云起 在得知叶玲所在位置之后 莫云起立即动身 这一刻 他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极限 他必须尽快找到叶玲 以免是叶玲落入一些人手中 然后以此来要挟叶玄 大约一刻钟之后 莫云起来到山谷中 他扫了一眼四周 山谷内风荡荡的 什么人也没有 突然 莫云起脸色大变 他朝红一闪 他刚闪走 他原本所占的地面突然崩塌 莫云起刚一停下 他脚下大地突然蠕动起来 见到这一幕 他脸色大变 身体凌空腾起 而这时候 一道人影突然自地面之中 冲天而起 空中莫云起 双手突然弹开 一柄飞刀飞斩而下 下那人双臂猛的一蹴 莫云起飞刀被挡下 不过此刻 他已退到石杖开外 莫云起看向不远处 他面前是一名瘦小男子 男子身体非常瘦小 准确地说 就是一个猪肉 男子冷冷看了一眼 莫云起 你不是那野玄 莫云起扫了一眼四周 那小女孩呢 男子只不远山壁 莫云起顺着男子所指的方向看去 在远处山壁上 有一棵从山壁石缝内长出的一棵树 而树上造成一名小女孩 正是野玲 见到野玲被吊着 莫云起神色瞬间冷下来 他转头看向眼前的猪肉男子 宁声说 他妈的 你这个矮狗 你他妈还是不是男人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朝猪肉男子冲了过去 猪肉男子双眼微眯 他右脚突然轻轻一度 一瞬间 他整个人就没入地面之中 莫云起一击龙 并未继续追击那猪肉男子 只纵身一跃 朝山壁之上 野玲跃 他速度很快 宛如一只灵猴 不一会儿就来到野玲所在那棵树前 而就在这时候 一柄大道突然从右边横斩过来 莫云起右手轻轻一翻 刹那前 一道寒芒 则他掌心电伤而出 直接挤在那柄大刀刀刃上 那柄大刀被震得剧烈一颤 持刀之人连人带刀 朝后连腿好几步 莫云起正要再次出手 就在这时候 一道残忍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与此同时 两道寒芒直接切向他的喉咙为止 莫云起脸色微变 他脚尖轻轻一点地面 整个人朝后到了树杖的距离 而这时候 一道破风声突然的梦中响起 莫云起脸色大变 他在退路过程中强行一扭身体 一只墨剑直接没入他的肩膀阵 莫云起转头看去 在远处一块巨石上站着一名恨衣男子 恨衣男子手持长弓 身被剑 他不是来杀叶玄的 就在此时不远处手持长刀的刀疤男子 看着莫云起 他应该是苍蓝学院的学员 与那野人是一会儿的 莫云起看了场中住人一眼 说真的 你们如何对待叶洞肥 我都不说什么 但是 说到这里 他突然指着远处树上的叶灵怒吼道 他不过是一个宝女孩 你们这般对待他 害他妈的师父是一个男人 刀疤男子弹上说 他要怪 就只能怪他公哥是叶玄 说着 他紧了进手中大刀 先拿下再说 声音落下 他纵身一跃 朝莫云起横迷过去 莫云起正要出手 就在这时候 一只剑突然在那身后起来 莫云起神色有些难看 没敢出手 再次朝旁边就是一闪 而他刚落地 一道娇小人影 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紧接着 两道寒芒直接斩向他脑袋 不仅如此 一只莫剑突然自莫云起来身后起来 莫云起突然转身 下一刻 他整个人直接消失地 场中有一道残影掠过 这一刻莫云起的速度 无疑是达到了巅峰了 在不远处的石头上 张弓的男子 眼瞳为错 他正要朝后退走 而这时候 一柄金色飞刀 突然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他的面前 长弓男子朝后一瞟 他双手握住 长弓某的朝间 就是一砸 轰的一声 长弓轰然碎裂 但是他却躲过了这致命的一记长刀 莫云起正要出手 一刀灵力的气息突然在他身后斩来 正是那刀疤男子 这一拍子无法躲闪 因为他刚停下 那刀疤男子找得实际很好 刚好找到这个底 莫云起手持金色飞刀 转身就是一皮 伴随一声炸响声响起 莫云起连翰飞 直接被阵飞 而这一飞 他直接从空中急坠而下 而下方的地面突然蠕动起来 见到这一幕 莫云起脸色顿时就变了 他这要是落下去 实俗是神明 而就在这时候 一柄飞剑突然自远处飞来 下一刻 那柄飞剑稳稳地落在 莫云起的身下 承受住他下坠的力量 莫云起松了一口气 而这时候 飞剑突然离开 朝下方大地比之下 大地瞬间斩入地面之内 沉浸一顺 地面之下传出一道惨叫声 很快地面某处就突然红了 一柄剑自地底冲了出来 然后稳稳地落在不远处 一名男子的面前 来人 这是叶璇 见到叶璇 莫云起再次松了一口气 他只不远处 刀疤男子兄妹 这两人交给你 我去救小灵儿 小仙左边那个拿剑的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而叶璇侧头 就看到不远处的 刀疤男子兄妹 下一刻 他突然消失在原地 他速度很快 非常快 在他面前 灵秀剑更快 率先飞斩向他 刀疤男子 刀疤男子 嘴角泛起一抹猙獰 那就让我来看看 到底有多强 声音落下 他自石头上飞鱼而下 与此同时 他双手之刀 狠拼而下 这一刀 大开大合 仿佛能披开一座大山 下方 灵秀剑突然停下 这时候 叶璇冲到灵秀剑的面前 他一把抓住灵秀剑 然后右脚蒙的一跺地面 整个人连人带剑 冲天而起 封离 场中 又剑鸣声死裂 紧接着 一柄剑石接顶在大刀刀刃之上 针尖队脉芒 轰的一声 剑与大刀剧烈一颤 转瞬 那柄大刀轰破碎 刀疤男子整个人瞬间刨飞出去 这一飞 足足飞了十几杖 最后 重重地砸在一块巨石之上 刀疤男子口中 鲜血之盆 刀疤男子 抹了抹嘴角鲜血 然后看下不远处的娇小女子 陌生吼道 快跑 这一刻 她知道 眼前这剑修少年 根本不是他们 胸门够对抗的了的 远处 娇小女孩并没有逃跑 她冲倒到挖男子的面前 她死死看着夜传 放我兄妹二人一条活路 我们会回家族 我 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在场中一闪而过 娇小女孩脑袋 瞬间被抛飞出去 刀疤男子呆了她 下一刻 她疯了一般 冲夜轩冲了过去 老子 射了你 一缕剑光 刀疤男子 没见一船而过 刀疤男子 身体倒在地上 夜轩看了一眼 地面上 两具尸体 如果我打输 你们 不会放过我们兄妹的 就在这时 夜轩头顶突然传出一道炸响声 紧接着一头人影 刺空中砸落地面之声 砸落地面的 正是墨云起 墨云起口中 精绪连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精彩继续 一见独尊 第九十二章 夜轩抬头看去 在远处空中 悬浮着一名男子 男子身着一身黑衣 腰间竖着一条紫色长碎桃 上集一块羊枝白玉 男子容貌并不是特别俊秀 但却棱角分明 目光深邃锐利 不自觉给人一种压迫感 黑衣呢 就那么悬浮在空中 他浮射着下方的夜轩 目光淡然 没有半分的波动 夜轩收回目光 看向不远处的抹云起 如何 抹云起爬了起来 他默默嘴角的鲜血 大意了 夜轩点头 先休息一下 莫云起沉舍说道 小心 是个真正的高手 夜轩点头 然后他抬头看向空中的 黑衣男子 哎 黑衣男子没有任何废话 神性一颤 整个人自空中 一脸下 他送到极快 这一下坠 玩入一座大山碾压下来 给人一种 惊奇霸道的压迫感 高手 夜轩收回目光 可 他失去了出手的先机 应该说 他所在位置 有着天然的烈士 夜轩并未躲闪 因为两人交手 特别是高手之间的交手 比的就是一个气势 谁弱势 谁就会被压制 而这一个 他不想被压制 夜轩张眼 缓闭了起来 一股无形的士 被夜轩为中心 猛地爆发开来 现实 这股士硬生生挡 夜轩头顶的那股威士 但黑衣男子 却并未停下 相反 速度变得更加的快了 当黑衣男子 遭夜轩头顶半仗的时候 他猛然一脚跺下 一股霸道 无比的力量 宛如火山爆发一般 自他脚中 喷涌而出 强强力量 硬生生地 将夜轩脚下大地 沉碎地裂开来 而这时候 夜轩手中的灵修剑 突然动 嗡的一声 随一道剑 鸣声响射 一缕剑芒 冲天而起 沉寂一瞬 轰的一声 场中突然想起一道 惊天巨像 紧接着 一道弄 自此空中 宛如水波一般震荡开来 与此同时 两道人影 自能量波浪之中 连连暴退 这一退 双方足足退了 十几长远 而莫云起 也是没闲着 在夜轩和那 黑衣男子大战的时候 他突然冲天而起 朝夜灵冲过去 但是当来到夜灵面前的时候 他脸色却突然大变 空中 莫云起 神情陡人一传 这一人 一点寒茫 与他耳边擦肩而过 他停下来 扫了一眼四周 四周什么人也没有 有人在暗中 莫云起 神色顿时有些难看了 他不敢轻易出手了 现在的他 就算救夜灵 也只会让处境变得更加糟糕 因为他现在没有把握 把夜灵带走 则是想到什么 莫云起突然怒道 白子 这个王八蛋 就不能快点赶过来吗 娘的 不会是迷路了吧 下方 夜轩和莫云起 同时停了下来 黑衣男子 看了一眼玄 情报有误 你并非大见习 夜轩咧嘴一笑 惊喜吗 黑衣男子正要说话 夜轩突然消失在远 老子不是来跟你聊天的 晚上夜轩声声落下 他本人已经来到 黑衣男子前 一点寒忙执子 黑衣男子的眉间 黑衣男子双眼微眉 他脚尖惊心一点地密 刹那间 他整个人直接循环起来 而这时候 夜轩突然只见 之后就是一个横闸 黑衣男子不知何时 突然出现在夜轩身后 黑衣男子眼筒微缩 显然他没有想到 夜轩如此之快 竟然能够反应过来 没有多想 他脚尖惊心 整个人朝后 飘出树掌之外 而他还未停下 飞剑突然来到他的面前 这令飞剑 快到他根本无法躲闪 而黑衣男子也没有选择躲闪 他突然抬起右脚 一个边腿 横扫而上 黑衣腿夹杂淋漓的进风 仿佛能撕裂一切 一腿刚剑 显然黑衣男子 对自己这一腿 有着很大的自信 这时剑制了 两者刚已接触 林秀健健身剧烈一颤 他周身剑芒直接被枕碎 不过就在这时 一只手突然握住 林秀健的剑柄 叶玄握住林秀健的剑柄 就是朝起一次 一剑定生死 这一刻 他才暴露自己的底牌 与人对敌 他有把握时会一剑之杀 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而刚才 他并没有十足把握 因此 他这才选择 现在施展一剑定生死 这一刻 是施展一剑定生死 最好的时机 当叶玄握住 施展出一剑定生死 那一刻 灵秀健中蕴含的剑尸 可以瞬间打到极致 剑尸 这一剑 又是一股霸道无比的尸 当叶玄施展出 一剑定生死的这一剑 他面前的黑衣男子 脸色瞬间大变 他没有逃走 这一刻逃走 是必死无疑 黑衣男子 使得争扭起来 他右脚猛的一肚 碎 轰的一声 两人方圆 石杖内 大地轰然崩裂 紧接着 黑衣男子 身体突然 虚幻起来 刹那天 无数褪影 瞬间将野玄吞没 每一道褪影 都夹在一股 强大的力量 一两只墙 直接让场中 下起一道道 气暴直升 那是空气撕裂的声音 见到这一会 不远处的墨云气 神色顿时变了 这至少是 地阶中间无几 而这黑衣男子的 境界 也至少是 同游境 神正的妖孽 墨云气眼中 浮现出了一次担忧 下方 轰的一声 一道乍响 响受而起 紧接着 一道人影 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见到这道人影 墨云气顿时 动了一口气 因为这道人影 不是夜玄 而是那黑衣男子 黑衣男子 朝后连连报退 这一退 总速退出 十来账的距离 而他每退一步 他最终 便会喷出一道精血 不仅如此 他脚下地面 便会随着他的后退 不断地点力 力是相互的 刚才他那力道 与夜玄那一剑 以最暴力的方式硬钢 而在他刚说的那一刻 自然会被自身力量反噬 很快 黑衣男子停了下来 当他停下来那一刻 他上身的黑衣 轰然碎裂 黑衣之下 是一件纯银色银甲 而那银甲之上 又是一道深深的裂痕 已经可以见到 里面的皮肤里 铭接护甲 正是这件护甲 刚才才挡住夜玄这一剑 不然他已死 黑衣男子死死盯着 不远处的夜玄 正要说话 夜玄突然消失在原地 黑衣男子眼瞳微琢 他又要猛地朝地面 就是一砸 刹那间 无数损失和尘土 冲天而起轰向夜玄 然而 也并没有能够阻挡夜玄的剑 灵秀剑自那些碎石和尘土之中 飞盘而出 黑衣男子脸色大变得 朝后退了一步 然后飞起一脚 踢向灵秀剑 他角度很是刁钻 并没有踢在灵秀剑的剑尖之上 而是踢在灵秀剑的剑身之上 碰的一声 灵秀剑被踢到一旁 但这时候夜玄突然出现 他的面前 夜玄直接一拳 朝黑衣男子轰了过去 一拳抱你头 这一拳不仅有权势 还有无穷的战意 感受到夜玄权中的力量 黑衣男子眼中骤然也缩 牵舞双手 瞬息之后 黑衣男子整个人朝后 直接刨飞出去了 夜玄正要出手 就在这时 场中一变突起 一点寒芒毫无征兆 出现在夜玄身后 夜玄微眯 转身就是一拳 轰的一声 寒芒碎筋 然而他身后一个人也没有 夜玄扫了一眼四周 什么也没感受到 沉默一瞬 夜玄突然转身 看向墨云起 掩护 声音落下 他纵身几个道远 朝夜灵位置搬去 而远处 墨云起则看向夜玄的身后 他指尖是一柄金色的飞刀 就在这时 夜玄身后 又是一轮寒某然出现 夜玄并未回头 因为一柄金色飞刀已经出现在他的身后了 看绿寒芒直接被这柄金色飞刀斩碎 不过就在这时 一边突起 一只黑色的鱼箭 突然自夜玄右边击射过来 夜玄转头 他手中灵袖剑突然飞斩而出 咚的一声 那只黑色鱼箭瞬间被夜玄这一箭斩碎 就在这时 又是一只剑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只剑的后面还有两只剑 三只剑手尾相连 三剑连珠 夜玄手掌摊开 灵袖剑出现在他掌心之中 下一刻 夜玄持剑猛然朝前九十一掌 剑身之上 剑芒璀璨 一剑乱 他面前那只鱼箭直接被劈碎 但是这只剑之后 一只剑直接击在灵袖剑肩上 疯了一声 灵袖剑剧烈一颤 不过那只剑却轰然碎裂 要知道灵袖剑可是明界灵气 不过就在这时候 最后一只剑突然改变轨迹 十次夜玄的胸口 燕翼一眼红出 那只剑直接碎裂 而就在这时 一道寒芒再次悄然出现在夜玄的身后 夜玄并未转身 场中一道残影一闪而过 莫云琪出现在夜玄身后 紧接着一柄肥刀飞着而下 那旅寒芒直接被斩碎了 莫云琪借别地看着四周 因为到现在 他都没有发现究竟是谁出的手 夜玄斩碎那三只剑之后 他冷冷看了一眼 左边远处一块巨石上 那里有一个背着长弓的男子 长弓男子死死盯着夜玄 切无双手 夜玄没有管长弓男子 他身心一颤 来到夜玲的面前 夜玲已经昏死过去 他刺得异常苍白 双手更是被绳子 雷出了一道血红色的印记 夜玄面无表情 他手中灵袖剑突然飞出 闪断了绑着夜玲的那个绳子 就在夜玄伸手抱夜玲那一刻 一边突起 夜玲身后一道残影悄然出现 下一个一道人影出现在夜玄的面前 紧接着一柄黑剑 直接刺入夜玄丹田的位置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 自夜玄耳边响起 等你很久了 夜玄身体僵硬住 沉寂了一瞬 他看一下 面前的黑袍人 等我这么久 还是明接下品的剑 我好感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精彩继续 一见独尊 第九十三章 剑 他最怕的是什么 自然就是剑了 他修炼神秘女子的功法 可不是白修炼的 当然 这并不代表 他这剑体真的无敌 如果对手剑品 也比他要高 那么他是吞噬不了的 如果同节 也只有百分之五只的机会吞噬 要知道 同节之中 也十分强弱 反正 只要比他灵袖剑弱的剑 他都可以吞噬 这就指他这功法的逆天之处 夜旋面前 那黑色的剑 刚入夜旋体内 并直接化作无数能量 给夜旋身体吸收 察觉到这一幕 夜旋面前的黑炮男子 颜色大白 怎么可能 他正要后退 就在这时候 夜旋突然双手紧握着拳 然后猛然轰在 黑炮男子脑袋两边的致命的完成 黑炮男子脑袋轰然炸开来 夜旋一闪 而下方 领袖剑已经稳稳托出 刚才往下掉的夜旋 夜旋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此刻的他 身体在微微地颤动着 要突破 一片鸣接的剑 至少可以抵上 十兵以上的极品领奖 不过夜旋并未选择突破 而是强行压了下来 这个时候 无疑是找死 他飘到夜旋的身旁 他抱住夜旋坐在地面上 然后拿出一枚金创单 给夜旋放 过了一会儿 夜旋气色渐渐好了许多 片刻之后 夜旋缓缓睁开双眼 当看到夜旋时 夜旋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他就那么看着夜旋 夜旋轻轻揉了揉 夜旋的小脑袋 哥带你回家 说完 他拉着夜旋的手 朝远处走去 而就在这时候 夜旋突然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 是之前最开始与他大战的黑衣男子 男子黑衣已经碎裂 穿着一件银色软件 之前围救夜灵 因此 夜旋并没有对这男子乘胜追击 而这男子也并未逃走 在银甲男子左边 是之前偷袭他的长弓男子 在长弓男子右边 还有一名体型肥胖的男子 男子双手之中 与着两柄非常大的黑色巨腹 这肥胖男子是刚前的 莫云记走到夜旋身旁 他看了远处三人一眼 小心暗中那人 那人之前应该是的是他 并未来真的 夜旋点头 他自然会小心的 因为到现在 他都没感觉到 刚才暗中出手的那人 已经是一位杀手 夜旋看下莫云记 稍后有机会 带着丫头走 这些人怕是会针对他 因此让我们束手束脚 莫云记看了一眼夜旋 没有说话 莫云记看了一眼夜灵 他一下 然后点头 有夜灵在 那些人必须对他 他留在这里 反而是最危险的 只如带他走 夜旋就要单挑一群人了 夜旋的处境 会变得很糟糕的 就在这时 不远处为首的 银家男子 突然扫了一眼四周 虽然是李志强 却非因素能敌 若是不联手 朱叔的鸭子 怕是要飞了 沉寂一瞬 四周突然出现 六七个人 六七人 皆是站到男子的身后 而这六七人 皆是凌空境巅峰 其中一人 更是同游境 没有一个是弱的 围公 好不要脸呢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同人闻声看去 在右边某处山石上 那里站着一名男子 男子穿着一件麻布衣 嘴里叼着一根草 手中握着一柄 缠着布的刀 他正看着银家男子那群人 眼中毫不掩饰着 鄙夷这色 银家男子看了一眼 布衣男子 你是何人 布衣男子 鄙夷地看了一眼 银家男子 老子是你爹 银家男子脸色 瞬间猙獰了起来 下一刻 他右脚往的隔空 对布衣男子 就是一个横扫 一道腿影 闪略而上 直奔布衣男子 布衣男子 冷冷看了一眼 银家男子 他吐出口中打草 手中缠着布的刀 突然飞出 那道腿影 直接炸裂开来 而布刀并未停下 直奔银家男子 速度极快 银家男子眼瞳未缩 他身体突然虚幻起来 下一刻 一道道彩影 笼罩着那柄布刀 轰的一声 场中有炸响声响起 紧接着 在众人的目光之中 银家男子 直接被震飞十几 张开弯 当他停下来时 他的右腿在颤抖着 这一刻 所有人眼中 皆是有了震惊这色 银家男子 死死盯着布衣男子 布衣男子 并未继续出手 他右手一招 那柄被不包裹的飞刀 飞回到他的手中 接着 他看向不远处的夜袖 明人不说暗话 我剑小王 就是来举你人头 不过 我不想去弄 你跟他们打 打赢 我给你单挑 打输 我给你报仇 说了 他打量了一眼夜玄 你是一个 值得尊敬的对手 叶玄身旁 莫云起对着剑小王 竖了竖大拇指 你算个爷们 待会儿你被异费打死 你放心 你身后事 我老莫包了 剑小王看了一眼莫云起 待会儿我打死他之后 放心 我也会打死你的 你脑袋不值钱 不做着赔本买卖 就这事 不远处突然传出 一道大宿之声 还真是热闹啊 伴随声音落下 远处一道人影闪略而来 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来到众人面前 来者是一名青年男子 大约二十来岁 见眉心目 心语转衡 手上拿着一串黑色珠子 剑小王看了一眼来人 他目光在青年男子手上 那串黑色珠子上 停留了一下 功成情 闻言 来人眼中有着一色差异 他看了见小王 很苦 他微微一笑 哈哈哈哈 原来是 见家不修剑而去修刀的 小王啊 没想到你也来了 剑小王担心说 来不来关你屁事啊 你干鬼 整天就知道算计这 算计那 宫青城也不生气 他笑了笑 然后看向不远处的叶玄 当真是未曾想到 这小小江国 不仅出了一位安兰秀 还有你这等妖孽 真是难得 叶玄看了一眼 宫青城 打架吗 宫青城摇头 哈哈哈哈 打架多美艳 说着 他咧嘴一笑 我喜欢投资 叶玄 你来此秘境 是为救你妹妹叶玲 这样如何 今日我护你妹妹 如若你今日不死 他日必须得帮我三千人去 放心 不会是什么 让你很为难之事 叶玄看了一眼 宫青城 成交 他自然不会拒绝 妹妹的安全首要 宫青城对叶玄 竖起大拇指 哈哈哈哈 爽快 说着 他退到一旁 看了住人一眼 诸位 你们求财 我求人情 都是一样 还请给我一个薄面 这小丫头 你们就别动了 你算了 鸡 这是 严甲男子身旁 一命男子 讥讽说道 你说不动 就不动了 宫青城 看了一眼 难说话的男子 下一刻 他手中 一枚黑色珠子 突然飞出 难说话男子 毫无征兆地 身体轰然炸裂开 厂中 所有人色变 同幽静强着 银甲男子 在看向 宫青城的时候 眼中顿时 有了激烂之色 宫青城 看了一眼 厂中人 天才 瑶念 输公某之言 不去吴榜走一遭 算个什么 天才瑶念 说着 他退到 叶玲身旁 他大张一眼 叶玲 叶玲抬头 看向他说 他们都想要 哥哥的人头 你为什么用哥哥 宫青城 咧嘴一笑 你哥哥的人头 虽然之勤 但那些 都是身外之物 如果你哥哥 以后变得 很厉害很厉害 那我可就转大了 你懂吗 叶玲想想 然后点头 哥哥欠你人情 就是我欠你人情 以后你有困难 我会跟哥哥一样 帮你忙的 他说得很认真 宫青城笑了笑 没有说话 其实他并不知道 眼前这个小女孩 才是他今日 最大的收获 这时叶玲还步 找远银家男子等人走去 见到这一幕 银家男子等人 神神是戒备了起来 叶玲使了指 自己脑袋 上好头颅 就在此 你们还等着呢 银家男子 突然宁笑道 这就来去 声音落下 他直接朝叶玲冲了过去 而在他周围 那些人也紧随之跟着他 冲向叶玲 十几个人 全都是顶尖的天才 银家男子等人 自然舍得 单挑 他们肯定打不过叶玲 但现在 他们人多 双拳难敌四手 他们这些人 都是不弱 叶玲想一挑十几人 根本就是 痴人说梦 老子难以 这时候 一刀怒吓声 突然自远处出来 伯云起抬头看去 来人正是白泽 见到白泽 莫云起顿时怒不可遏 妈的 你他娘的 这边迷路了呀 现在再来 眼前出 白泽 闪闪笑了笑 跑 跑从上了 白泽送出极快 他一路横冲 直撞 遇到谁就撞过去 他直接撞飞一名男子之后 那些人都不敢 挡在他的面前 就这样 他很顺利地 冲到叶玲的面前 白泽咧嘴一笑 来 来晚了 叶玄摇头 刚刚好 说完 他看向远处那群 冲来的 银甲男子当人 你打几个呀 白泽想了想 竖起一根手指 叶玄点了点头 拍了拍 他的肩膀 有胆色 好 你挑十个吧 白泽目瞪口袋 就在这时 不远处的 剑小王和 银丹 突然转头 看向右边的 一颗枯木 枯木之上 站着一名 双手背在身后的男子 见到这男子 两人眉头 同时皱起来 剑小王收回目光 轻声说 这家伙居然也来了 龚青城 微微沾引 这是要赔本了吗 而没静止外 某处 李玄仓突然疯狂 打起来 哈哈哈哈 他竟然来了 哼哼哼哼 笑声极其的疯狂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此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此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精彩继续 一见独尊 第九十四场 另外一 一名黑衣人 突然快跑到 一块举身之前 黑衣人担心下跪 别想 警察到 大云帝国 舱姆院 派来指 叙事上 拖把燕 淡露 何人 黑衣人沉上说 赶十三 闻言 拖把燕 戴眉顿 是醋了起来 而拖把燕身后 老者和老妇 相视一眼之后 眼中 皆是有这一丝震惊 赶十三 这人自然是非常出名的 因为 他就是五宝之上的妖孽 而且是排在第十一的位置 十一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排名了 要知道 青州之人何其多 在这么多天才妖孽之中 能够排到十一 可以说是百万里挑一 也不为过了 这还不是他出名的原因 他真正名震青州的原因 是因为 他以凌空镜对战过 河镜 战平 凌空镜 战于神 河镜 而那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居然是战士上 拖把燕 看了一眼 秘境路口 他有战胜希望 拖把燕身后 老者摇头说 除非 他还有底牌 拖把燕 神色平静 没有说话 另一边 树烧烧 江月天 沉上说 可是是三 九楼主点头 我一直想 江月天 看向九楼主 你很镇定啊 九楼主看了一眼 江月天 猫皇 让我们静静看着 藏武学院 作死 逆境内 叶璇 三人已经跟 银甲男子等人 大战一起 三人对战 十几人 人数上 叶璇这边 没有任何的优势 而一交手 叶璇这边 便被死死的压制 处于下风 叶璇对战的是 银甲男子 而他左右两边 还有一名手持双腹的肥胖男子 以及一名手持长枪的男子 除了这三人 似乎是还有一只暗剑下来 而叶璇 肩膀之上 已经有了一只鱼剑 不仅叶璇 莫云姐和白泽身上 皆是有着鱼剑 冷剑难放恩 就在这时 叶璇突然看向远处的白泽 大块头 替我打一下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直接飘了出去 他的目标正是 十几帐外的长弓男子 这长弓男子不杀 他们三人会硬声声 被这长弓男子 暗暗地吼死 见到叶璇目标是长弓男子 银甲男子脸色大变 拦住他 声音落下 他直接冲了出去 而在他身旁的肥胖男子 突然手持一只巨斧 然后叶璇猛的就是隐士 巨斧划破长空 顿时也注意到 尖锐的刺耳破风 另一边 白泽是突然猛的排地 大地功力 他整个人直接撞向那柄巨斧 砰的一声 巨斧瞬间被白泽撞飞 而在他的胸前 却有一道血痕 他肉身与叶璇一般 都是极强 但是还没达到无敌的地步 一击撞飞那柄巨斧之后 白泽磨了我胸口的鲜血 然后直接朝那银甲男子 等人冲过去 但是下一刻 他整个人直接刨飞出 没有那衣服的牵制 叶璇已经冲到长工男子面前 他刚倒三只剑 便是手尾相连 针指叶璇的眉间 剑很快 也很强 叶璇嘴角发起一抹争吟 他双手握着灵袖剑 朝鲜猛的就是一皮 一剑落下 三只剑轰然碎裂 成功男子就要朝后退去 叶璇手中灵袖剑突然飞斩而出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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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这一批 这一批斧头顿时撕裂出一套尖锐气泡之声 与此同时斧头直接拼在灵修剑剑剑之上 巨俘和灵修剑剧脸一颤 下一刻那批俊俘直接军裂开 然后绷碎 灵修剑停顿一瞬之后 剑剑长驱直入 直指那飞胖男子 飞胖男子眼瞳一缩 眼中满是惊骇之刺 而这时候一道腿影突然踢在灵修剑之上 砰的一声 灵修剑直接被踢歪改变了方向 而这是一道人影从天而进 一拳砸向飞胖男子 这道人影正是刚落下来的夜悬 飞胖男子眼中闪过一抹凝色 他并为褪比 同样是一拳红向夜悬 见到这一幕 人家心中大海 连忙说 小心 那声音刚落下 一道骨头断裂声 突然在场中响起 紧接着肥胖男子 整只手臂直接炸离开来 血肉飞溅 肥胖男子心中大海 正要暴退 而这时候 一柄分线 突然自他眉心间 一穿而过 肥胖男子脑后 一道鲜血见识而出 而肥胖男子身体彻底僵硬起来 然后直倒了下去 而在肥胖没入肥胖男子没见那一刻 一柄长枪突然来到夜悬的面前 夜悬双手一合 直接把长枪给合住了 手握长枪男子 嘴角泛起一火争鸣 他双手持强了一群群轮 撕的一手 长枪见尖直接刺住夜悬胸膛半寸 与此同时 一道鲜影突然扫向夜悬的脑袋 腹背受敌 夜悬不敢大意 要轻轻一点地面 正要记住打地支架 就在这时候 一道残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 紧接着一道寒芒 以极快速度展向那道鲜影 人家男子整个人 直接被震退数掌之远 他死死盯着夜悬身旁 在夜悬身旁 出现了一名女子 正是赶来的季安芝 季安芝看了一眼夜悬 神色颇有些不自然 吃太多了 说着他藏在身后的右手 突然伸到夜悬面前 在手里还有一根金黄色鸡腿 给你 季安芝见夜悬没有拿 挡下几个一口 然后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墨云起 此刻 墨云起正在不远处连连闪顿 很是狼狈 季安芝轻声说 我去帮忙 说完 他整个人直接 昭示在原地 夜悬看了一眼 边冲边啃鸡腿的季安芝 摇头一探 吃货呀 说完 他转头看向不远处的 淫甲男子 给老子死来 声音落下 他猛地冲了出去 另一边 座上的剑小王 看了一眼夜悬 这家伙很能打呀 在剑小王不远处 宫青城笑道 确实 就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底牌呀 说着 他看了一眼 数十张之外的 独目上的男子 男子就在上面 没有动手的意思 剑小王看了一眼 独目上的男子 也没有说话 宫青城身旁 夜灵看着远处 被围攻的夜悬四人 他双拳紧紧地握着 面色冰冷 不知在想什么 远处 夜悬速极快 瞬间冲到 淫甲男子的面前 而就在这时候 淫甲男子朝后连连暴退 在退的同时 他右脚连连暴踢 每一次踢 都会有一道 灵力的进风 斩向夜悬 而这些进风 并不能阻止夜悬 夜悬手中 灵袖剑每一次挥动 轻而易举地 就斩去这些进风 在离淫甲男子 还有两丈距离时 夜悬手中的灵袖剑 突然化作一道 剑光电射而出 肥剑 见到这一幕 让男子的脸色顿时大变 而这时候 一柄长枪突然在右边 击射而来 长枪直接刺在 灵袖剑健身之上 砰 灵袖剑 硬生生被逼停 夜悬转头 在他右脸 正是刚才对他出手的 直枪男子 夜悬右手一招 灵袖剑飞回他的手中 下一个 他右脚猛的一朵地面 地面军裂 而他本人则借助地面 传出的力量 刺的一声 消失在原地 远处 长枪男子 眼瞳突然一缩 他没有躲闪 而是手枪枪 朝前就是一个击刺 这一次 一股灵力枪 是瞬间笼罩住夜悬 而这时候 夜悬一箭斩 一箭定生死 嗡的一声 场中有名死里 转顺 长枪男子 手中长枪 直接从中间裂 而夜悬 已经在长枪男子 身后的树杖之外 长枪男子 有些呆滞地 看着远处 好强一箭 声音落下 他眉间突然裂开 一道鲜血 急射而出 夜悬转身 看向不远处的 银甲男子 银甲男子 死死盯着夜悬 我退出 退出 这一刻 他也有些举了 夜悬不仅有帮手 自身势力比他想象的还要强 他们三人围攻 竟然都奈何不得夜悬 现在只剩他一人 而且他早已疲惫不堪 身上更是带着 此刻的他 自然要选择退 哼 退 夜悬淡淡看了一眼 银甲男子 是不是太晚了 银甲男子冷声说 夜悬 我乃楚国皇室 你说杀我 我楚国皇室 必不会放过你 你 就在这时 一柄飞剑在场中 一闪而过 呲得一声 一柄剑直接没入 银甲男子的眉间 银甲男子身体僵硬了起来 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 夜悬走到银甲男子面前 他看了一眼 眼前的银甲男子 哼 楚国皇室 我去你妈的楚国皇室 身边落下 他直接猛的一个横 小五丝的一声 银甲男子的脑袋 瞬间飞了出去 鲜血 辱助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精彩继续 《一见独尊》 第九十五章 叶雪走到银甲男子尸体前 他右手一招 银甲男子身上穿的那件银甲 顿时飞到他的手中 跟此同时 银甲男子手上戴的戒指 也飞到他的手中 没有细看 他一把将两件物品丢到于塔内 然后他转头看一样不远处 被围攻的莫云起三人 他正要出手 就在这时 数十丈外 独目上的男子突然消失 叶雪猛的转神 这时那男子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男子病指 朝叶雪眉间 就是一点 奇怪 叶雪直接猛的一个数捷 就在剑要切在男子手指时 男子两个手指突然分开 然后直接一夹 这一夹硬生生夹住叶雪的剑 男子病指轻轻一振 碰 叶雪连人带剑 直接被振到数掌之外 他刚一停下来 男子突然跃到叶雪的面前 一掌朝叶雪盖下 叶雪左脚朝后一等 接着他许剑朝前就是一次 这一次直接刺在男子手掌心 而在剑即刚接触男子掌心的一瞬 男子手突然一个诡异的角度 避开这一剑 接着他手掌顺着灵修剑 往下往一掌贴在叶雪的胸口 碰一掌 叶雪顺退五六丈远 他刚一停下来 一抹鲜血和他嘴角缓缓地移出 而在他停下的哪一刻 一道黑影 悄无声息地在他身后影子中浮现出来 下一刻一道寒芒直接刺入叶雪后背 一道鲜血在叶雪后背见身而出 而就在这时候 叶雪突然转身一颈斩下 呲的一声 一道残影被震飞 但是很快那道残影就悄然消失了 在那道残影消失的那一刻 叶雪眼瞳咒感一锁 他手中灵修剑突然朝后飞着而下 但叶雪身后就是他的影子 不知何时又出现一个人 碰里 叶雪连连暴退 而在他的腹部不知何时裂开一道口子 鲜血之意 远处 三十三的旁一道黑影适应实现 刚才连连出手的正是这道黑影 那家伙是暗结的 就在这时候 叶雪身后不远处 剑小王突然说 这家伙都是杀手 恶心得很 叶雪抹了抹腹 他手掌瞬间被染红 见到这一幕 叶雪神色沉了下来 他抬头看向不远处的两个人 而就在这时候 两人脱使小时不见 这两人相互之间都有敌意 他们并非是一伙的 他们出手 竟然是想率先抢到叶雪的人头 叶雪将灵秀剑咬在口中 他撕下手 缠在腹部的位置 而这时候 两人已经来到他的面前 叶雪手握灵秀剑正要出手 就在这时候 一道寒芒突然在叶雪的右边站来 这道寒芒并不是针对他的 而是针对他面前的两人 砰的一声 叶雪面前那道鬼影 硬生生对着寒芒给逼停 而那干涉三也停了下来 这时候一道倩影出现在叶雪的身旁 当看到来人时 叶雪顿时就愣住了 酒公主 江九 叶雪惊恶地看着江九 小九 你怎么来了 江九淡淡看了一眼叶雪 不能来啊 叶雪摇头 还想说什么 江九却突然说 少说些屁话 赶紧打架 声音落下 他直接扯击中 一道鬼影冲过去 而那道鬼影突然消失不见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江九的身后 江九反应极快 转身就是连斩树 嘣嘣嘣嘣地声音 一道道炸响声不断响起 见到江九和鬼影 有一拼之力 叶雪这才放心 他转头看向 自己面前的干涉三 没有任何废话 他突然消失在原地 场中有剑鸣声撕裂 干涉三面无表情 他又要轻轻一点 整个人呲的一声 直接是在原地了 把一声去响声响起 叶璇和干涉三 又回到各自原来的位置 叶璇手中剑剧烈颤动着 而在叶璇嘴角 有着一抹鲜血 继续缓缓缓的移出 干涉三看了看自己手掌 在他掌心内 有着一抹血痕 看着这道血痕 干涉三的毛子中 有着一丝凝重之色 因为眼前这叶璇 不过是凌空境 比他低了一切 那剑鸣本身 就是能够越阶挑战的 而现在 有人竟然能够 越阶挑战他 干涉三 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叶璇 难怪 他们要花那半代价 除去你 声音落下 他整个人突然消失在原地 场中一道残影一闪而过 于处 叶璇点头微缩 下一个 他双手握住灵秀剑 对面前抹得一皮 一道璀璨剑王 此灵秀剑之中 奔涌而出 而这时候 干涉三一直点在 灵秀剑的眼尖处 沉浸了一瞬 砰一声 灵秀剑剧烈一颤 也悬着整个人 被震得朝后连连暴退 而干涉三 竟然没有退半步 干涉三突然腾空而起 下一刻 他双眼缓缓地闭起 一瞬间 他整肢右臂剧烈一颤 一股强大的力量 自四周朝他手指汇聚而来 逢中 干涉三并指挟指地面 他指前突然出现一缕寒马 天阶无尽 小心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 咬咬咬的声音 天阶无尽 叶璇抬头看向干涉三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天阶无尽 空中一股无形的微压 弯如潮水一般 朝他碾压而来 光这气息 就已经让人难以不呼吸了 叶璇 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他知道夜这人是要露底牌了 他也不能继续藏了 叶璇掌心摊开 灵秀剑悄然出现 很快 灵秀剑拒绝颤动起来 一道道 剑名声 不断自灵秀剑之中震荡而出 远处 剑小王死死盯着不远处的叶璇 谁家伙还有底牌啊 龚青城微微一笑 开玩笑 一般人又怎么可能被安岚秀看中 剑小王看向龚青城 他现在无绑 龚青城诞生说 他离开大帝国的时候 三招七败 无绑排名第三的那个家伙 闻言 剑小王嘴角一阵抽筒 是一个女人 叶璃 死死盯着远处的叶璇 他小手捏得非常紧 眼中除了深深的担忧 还有冷漠 愤怒 这时候 剑小王和龚青城突然转头 看向不远处的干十三和叶璇 空中 干十三突然睁双眼 下一刻 他猛朝下方的叶璇 就是一指 田地一指 一指落下 一股霸道的力量 突然在干十三指尖 喷咬而出 与此同时 一根长达十来战的循环 巨尺 在空中朝下方叶璇 狠狠地落去 而在这个能量巨尺之中 蕴含着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这股强大无匹的力量 宛如积蓄上千年的火山 突然爆发一般 不仅霸道无匹 那股力量更是直接让 叶璇脚下大地 寸寸崩裂 而离叶璇和干十三 较近的一些武者 更是瞬间 被这股力量的威势 震飞出去 一指之怒 红不一死 作为力量针对的目标 叶璇这一刻 呼吸都停了下来 他根本就无法呼吸 天接无击 那可是蕴含天地之无一的 下方 叶璇突然睁开双眼 下一刻 他手中的剑剧烈也颤 顺便 灵袖剑直接化作一道剑盲 冲天拿起 剑盈蕴含着一股霸道无匹的剑势 不仅如此 剑周身还散发着一股剑衣 剑衣 剑道这一幕 另一边的剑小王突然站了起来 他松子听着这叶璇 简易 这是简易啊 若有若无 好似根本不存在 这是什么简易 剑小王的身旁 龚青城看着远处的叶璇 嘴角有着一丝笑意 哼 他根本不是大剑修 而是一名剑道宗师 二十岁不到的剑道宗师 就算大云帝国 也是罕见了 远处 叶璇的刘锈剑冲天而起 这一剑散发着无穷剑视和剑盲 这一剑欲刺破苍穹 虹中 当这一剑刺在那根循环的剧指上的时候 哼的一声 一道惊天剧下 突然自空中响彻而起 下一刻 那根指轰轰碎裂 无数能量碎片和剑盲 朝四周剑下来 四周 那些正在围攻莫云起三人的人 纷纷暴退 躲避这些能量碎片以及剑盲 而空中 灵修剑在刺碎那根循环剧指的时候 他长去指 直接来到干十三的面前 干十三双眼为迷 他伸手朝间一夹 这一夹就再次夹住了灵修剑 不过就在这时候 叶璇突然出现在灵修剑的身后 他一把抓住灵修剑 然后猛地朝前就一旋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是夹在剑意的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出 干十三两根手指直接被斩去 转顺 剑直接刺向干十三的胸口 而之后 干十三诡异地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十几丈是歪了 顺移 不过干十三更一停下来 他嘴角便移出一抹鲜血 估计如此 他脸的顶刻之间苍白了进来 显然 刚才这一个顺移 是付出惨痛代价的 叶璇看向远处的干十三 他正要再次出手 而就在这时 一名白袍老者 突然出现在干十三的胸口 白袍老者冷冷看着叶璇 滚 就在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叶璇的头顶 来人正是济老头 狗猛猛灌自己一口酒 正要说话 叶璇已经朝着远处的干十三 出了过去 远处 白袍老者双眼微眯 眼中杀意犹如实质 你找死 声音落下 他就要出手 就在这时候 一股强大围压 直接笼罩住白袍老者 他心中一清 他转头看向起头 心恶地说 玩法巅峰井 崩的一声 就在这时 不远处穿出一道闷响声 白袍老者忽然转头看去 不远处 干十三刚好在路在地 而这时候 叶璇落在干十三的面前 一剑 已在 干十三的眉剑 白袍老者 死死盯着叶璇 你若动他坟口 我大云藏我悬远 逼 就在这时候 叶璇是见一个 横小武僧的一声 干十三脑袋 瞬间飞了出去 叶璇一脚踢在 干十三的头颅之上 砰的一声 那颗血淋淋的头颅 瞬间就炸裂开来 剑手 叶璇转头 看向白袍老者 宁笑道 求你们 干死我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学习小说 一剑独尊 下集 更精彩